外國人到中國直接投資的金額 竟然創下25年來最大的跌幅 回到2004年8月水準 所以過去這20年來 中國因為改革開放之後的 所有經濟上面的紅利 就在這幾年內幾乎歸於零 外國人都不進來 你貨也出不去 東莞的工廠關了 包括廣州的工廠也關了 黃金萬兩要打仗 打仗這條底氣 打仗這個底氣是來自錢的 中國以前幹嘛 我為什麼可以在這個地方當老大 是因為我有錢 我給北韓支柱 我給俄羅斯支柱 可是你說現在的問題在哪裡 它現在問題也在沒有錢了 是 有錢比較大聲 現在習近平沒有錢 所以現在其實沒有人 把他看在眼裡 那現在其實就是 從哪一些指標可以看得出來 廣交會 我們都知道以前 就是中國經濟的發展好不好 廣交會可以說是一個晴雨表 就現在天哪 已經連續幾年 都是這樣子冷搜搜 沒人 沒有人 以前真的是很多的 就是歐美 美國的一些客人 都會這邊下單 而且常常說 一天又下了多少單 一天下了多少單 沒有想到現在出來 景象什麼 都沒有人 甚至有人就直接去問貪商 貪商就直接說 美國人沒看到 然後歐洲的來個一兩個 最多是什麼 就是我們非洲的好兄弟 一樣這幾年都靠非洲的好兄弟來撐場 所以你看到很嗨都來買 可是問題是要 你說這是廣交會 對 廣交會 這廣交會的場地 是 你要不看話 你以為是好像是非洲 舉辦了一個什麼樣子的聯誼 或者什麼的場合裡面 幾乎都是我們這個 非洲來的一些這個企業家 他們就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現在因為中國跟其他歐美國家 產生的一些不管是在經濟上的對抗 或者是科技上的一些對抗 導致現在真的只剩下 非洲這個部分來 尤其就是一些 跟他們在一帶一路這邊 然後跟他們有一些貿易往來 這邊來的人最多 那它也導致一些狀況 什麼狀況呢 畢竟這些都是發展中的國家 所以他們的一個採購能力 還是有受限 因此中國前9月 他們就發現 不管是在貿易數字上 或者是外國人 直接在中國投資的數字上 都呈現一個大幅的衰退 其中一個數字最驚人 就今年的8月 就是外國人到中國 直接投資的金額 竟然創下25年來 最大的跌幅 年減大概50.4% 回到什麼時候的水準 回到2004年8月水準 所以過去這20年來 中國因為改革開放之後的 所有經濟上面的紅利 就在這幾年內 幾乎歸於零 所以他們就說 這個數字是非常非常的不尋常 那也因為這樣的情況 其實現在很多中國的街景 都呈現 你也知道 就是這種廣交會 什麼會 其實它就等於是一個 外國來訂單 外國訂單就有這個訂單之後 中國包括深圳這些工廠 才會開始就有很多的訂單來 然後開始很大規模 而且你說有個數字非常重要 就是中國一到九月 而且實質 使用外資 外資金額居然比同比少了30.4 代表外資都跑了 代表外資都跑了 那事實上不僅是外資跑了 連進來的外資也都是瑞姐的 所以這代表中國這個經濟的狀況 你看外國人都不進來 你貨也出不去 所以你現在看到狀況是什麼 工廠都關了 有沒有 千坪的工廠幾乎全部都關了 東莞的工廠關了 然後呢 包括廣州的工廠也關了 然後呢 還包括哪裡 反正就是你以前想到 什麼義烏那些的 工廠幾乎都是這樣的空蕩蕩 而都是這樣的空蕩蕩的話 就由此可見 中國的經濟到目前為止 還是非常非常的漆冷 所以我們最近看到 居然出現了煙火革命 居然在重慶的這個街頭 居然2萬多人上街頭 然後開始暴動 然後跟武警開始進行推進 結果我們剛剛講 再查下去 不得了了 不但是有重慶的街頭的暴動 不只是有煙火革命 現在在很多地方 出現莫名其妙的大火 不但出現莫名其妙的大火 現在地方政府就是我沒錢了 沒錢幹嘛 我要賣主產 我要賣礦產了 而且中國解封之後 把過去三年所掩蓋的一些事實 現在完全把它掀出來 掀出來之後 你知道糟糕什麼 現在中國我們赫然發現 它的錢袋子 真的已經空了 沒錢了 對 不只沒錢 現在全民在幹什麼呢 現在第一個他們要爭自由 所以我們看到 事實上從去年底到今年初 有非常多的煙火革命 大家表達對中央的不滿 還有地方政府的不滿 第二個是什麼 最近呢 各地爆發所謂討新潮 你欠我的錢 我過去可以封空 我沒辦法出來討 但是現在我可以自由 我出來跟你討 所以各地為什麼 現在他們出來跟你討 因為過去他們沒辦法出來維權 所以剛剛講的 不只是重慶 有2萬人上街頭說 我的工資根本發不出來 我根本沒有錢過年 除了重慶之外 大江南美都有 各地都有 好 那不只是各地都有 保證還發生到什麼事呢 發生到說現在他們官員出來講真話 講什麼真話 你看他們的財政部長說 財政部長 他說我們三年的疫情 讓中國地方政府面臨破產 這是財政部長說的 他說2022去年11月的時候 中國各級政府的財政支持高達 7兆人民幣 折二新台幣是31兆 而且他說 31兆赤字 對 而且他說 政府城投基金的這個金融債務的餘額高達 60多兆 他說新台幣269兆 他說中央堅持不救助的原則 所以呢 也救不了了 對 那你只能 中央自己都自顧不暇 所以就 他說對地方政府 我們堅持中央不救助的原則 做到誰家的孩子誰抱 所以說 中央政府都不管地方 你就知道問題多大 那麼中央政府到底有沒有錢 我們從一件事看就知道 中國的芯片重不重要 中國的芯片發展重不重要 結果他們前一陣子 這個外媒就說 他們可能要停止對 一兆人民幣的補貼 所以呢 不只是地方沒錢 芯片也不補貼了 中央也沒錢 所以告訴你什麼 中國現在解封之後 問題才剛剛開始 好 所以 正確講的 中國現在出現一個嚴重問題 對 沒錢了 對 好 我們實際上 我剛才講 各地都是出現所謂的討薪草 你以後 你講真的還講假 寶玉我們現在看 這是河南的公車司機 你看 他們貼的這個布條 血汗錢 為什麼 因為他們現在 這個他們的工資 已經欠了16個月的工資 已經欠了一年多的這個工資 好 那除了這個之外 是16個月 對 16個月的工資 那除了這個之外 這還有媒體集團 奇魯晚報 他們就說 欸 你們現在還我們血汗錢 你看 無故遣三元共 還我們血汗錢 你之前欠的這個錢 都還沒還啊 好 那除了 你看這是在河南 這是在山東 那河南還有廚戶他們 走路上公 上這個 他們的這個 這個 highway 就是他們的高速公路 去維權 也是在1月1號發生的事 結果你知道這些維權的 有10幾個人 後來回家 就不見人影 不見了 對 不見人影 好 那除了這個之外 是在莆田 莆田的建築工人就說 欸 你們還我錢啊 我們現在 我們要過年了 大過年的時候 你也沒有給我們錢啊 不見的建築工人也沒錢 好 那除了這個之外 這也是啊 這在四平 四平公司來做的話 這個糧油公司 東北的四平 欠錢 欠錢到 欠到什麼 往什麼程度呢 因為你一直不還 好 我就給你破罐破帥 我就把這個棺材 給停在這個地方 因為他是個去世的員工 那現在大家真的是 無所不用其事 想盡各種辦法 你看 這是啊 金輝 凱川的這個煤礦 他們工人就躺 坐在這個屋頂上面 你要給我錢 你要給我錢 不然我就不下來 那甚至你看 北京的建工 這是北京的這個 非常大的一個公司 他們現在也在討新 還有中鐵的這個廣州公司 你看 各地到處都是討新欠新 因為他們過去被維權 被這個控制住 不能夠出來 風風不能出來 現在可以出來的時候 第一件事先把我欠 你欠我新的要回來吧 怎麼三年的時間 中國突然感覺到 民窮財困了呢 當然 你看 事實上這幾個月你來的話 中國的網路平台 你又出現討新的話 就非常多 而且各式各樣的 各式各樣的視頻 你看1月4號 1月5號 這麼多 你看 廣東 北京 山東 河北 山東 河南 吉林 內蒙古 到處全部都是這樣一個狀況 好 那不只是討新 還有另外第二個是什麼 還有一些是 老闆就根本要走人了 為什麼 你看這是杭州公司 老闆也沒錢了 對 杭州公司他們現在 他們現在去這個推籍 推籍就說 我們要錢 你這個沒有給我們這個薪資 結果被曉得老闆就說 不好意思 我也沒有錢 所以你 你卻算跟我討 我也沒有錢給你的一個狀況 所以這樣 事實上 他們就說了 過去了 這個李克強曾經說 農民工拿到辛苦錢 過年的願望 十分迫切 因此要確保農民工 即時拿到 足耳的這個工資 結果被想 你要拿到足耳的工資 但問題是現在的農民工 是拿不到足耳的工資 老闆都已經要招樓了 好 那剛剛講的 現在中國有些怪現象 第一個就是這樣 我現在上街抗議 我要上街討薪 另外一個怪現象是 竟然到處 剛剛講有電器廠的 有廠房的 甚至有銀行部分 全部都爆炸期貨 我們這樣講 中國是查什麼 就爆什麼 難得這中間有什麼怪事嗎 而且這個貓膩在什麼地方 老闆要招樓對不對 還有一劑 還有什麼 還有哪一劑呢 把它燒了 燒了的話 保證我們可以獲得保險 所以用這樣來支付給你好不好 所以這樣 最近一段時間 農民工去跟老闆討錢 老闆要嘛就招樓 要嘛就這樣 燒 最近中國很多地方 都出現火災 你就說是天干物凍 沒有 這絕對不是巧合 你看 這是河南的電器廠 突然之間就發生爆炸 對 當時還有人在工作 就爆爆爆爆 然後就爆炸了 就炸了 炸了之後你看 因為它裡面有非常多的 這個電器的產品 所以看起來的話 保險公司應該負很大的這個責任 好 除了這個之外 廣東也是一樣 廣東也是一樣 這是一個廠房 也突然之間 沒有任何原因啊 然後就突然發生一個爆炸 爆炸之後 這個你看 這個河南爆炸 廣東爆炸 江蘇也來給你爆炸 江蘇你看 它絕不 它也是給你爆炸 光天花日之下 還有格林 格林美的話 它有一個公司 它也完全給你爆炸 所以那事實上現在 很多公司都一個一個爆炸 爆炸的用意是什麼 當然就是大家 而且還不只是公司爆炸 連銀行 銀行也有火災 這是在商丘市的這個 商丘市的一個銀行 就發生這個火災 就火災之後 你看網路的評論說什麼 航長你可以睡個好覺 為什麼 因為為什麼資料都燒掉了 對不對 你至少這幾天的時候 沒有人會來給你追討 不是我欠債的資料都沒了嗎 對 不是沒了 當然過幾天之後 再來說這個資料在哪裡 就好處理 所以現在 就是你知道 很多怪事陸續發生 那怪事多的時候 就表示這個國家 可能出了很大的問題 所以剛剛講 中國當然最了解這個狀況 也知道地方財政非常嚴重 嚴重到中央已經不敢揹這個鍋 不敢揹這個鍋 所以才講 現在中央絕對不救助了 對好那你知道中央不救 那地方政府問題是 我是要有錢啊 那怎麼辦 欸保姊我跟你講 你現在如果去中國的網路上面看的話 你現在是入主他們什麼 國企的這位礦業 真的嗎 好的時機啊 那為什麼這是真的 他們在很多他們的 網路拍賣上面來說 拍賣耶 有各式跟你講 這是深圳江西還有江蘇 各種的國企的股權 還有他們的採礦權 都出來 你看這是什麼 水流礦的這個採礦權 它價值什麼 3299.5萬 然後包括說現在 你看這個貴州的這個能源的 它相關的採礦權 2.16億 你看採礦權 還有房屋建築權 7788 欸都把你拿出來 這是從地方政府它有的權利 它就給你賣給你 然後大家來買都沒關係 欸這根本就在賣主產嘛 是他們是這樣 而且它不只是賣我們 現在有的礦啊 採礦權啊 還有賣這個我們的建築權給你 它還賣什麼你看 國有企業 國有企業它還賣什麼 這個深圳這個新隆電子公分 股份有限公司的 65%的股份 欸3153 35萬賣給你啦 江西那個路能這個 景致的這個 置業有限公司 欸百分之百的股權 512萬賣給你 所以現在怎樣 地方政府自己在想辦法 去籌錢 籌不到錢的話 你地方政府搞不好 落到你薪水都發不出來 一個紀錄 而且剛才講的 既然沒有錢的話 出現一個非常怪象 東北 東北現在非常冷 沒有冷的時候 欸現在居然有一個稍微 一個等於說電力公司 對 我就不夠暖了 沒錯 事實上這在產媒的這個大勢 產媒大勢裡面來說 你看這是為什麼 因為這個地方 那賀岡這個地方 他過去 他是產媒的一個大城 結果產媒的大城呢 搞到什麼 他們目前呢 居民都完全沒有冷 沒有暖氣可以用 為什麼 因為第一個 賀岡過去幾年的時候 地方財政收入非常差 導致他們的發電系統 我們早就已經破產 破產產媒大神 結果沒想到 他們居然沒有辦法買煤礦 來燃燒 自己不能買煤 對 因為地方政府已經破產 所以那事實上 非常尷尬的局面 就在這邊出現 所以那現在整個中國 完全都一片都是 大家都在討薪欠薪 然後完全都是在 火災的這個情形 所以剛剛講 在-16度的狀況下 我家裡根本沒有暖氣 沒有暖氣的狀況下 我乾脆上街頭了 對 所以那事實上 現在就很慘了 地方政府沒錢的時候 很多服務 甚至很多地方 現在沒有警察 晚上的燈也沒有打開 這個非常慘 那我們就講 那你為什麼會欠那麼多錢 保證現在對中國來說 壓力最大是在 我們剛才講到 中國的財政部長說了 城投公司 地方城投公司 有60多站 好 那為什麼 那這是他們網路上評論的 地方基建欠了60多萬億 就是60多兆 要奇蹟才能夠還得上 為什麼 因為他這是過去一段時間 60多兆 保證那地方城投公司 他是1991年成立的 玩到了2023年 也就是玩了30幾年 累積下來的財務窟樓 那怎麼累積財務窟樓呢 我們知道 過去地方政府他要發財 他怎麼發財 他就成立一個平台公司 這平台公司要做什麼 我們過去有沒有聽過 江西塞維 還有這無錫上的 為什麼 因為他就用市政府的名義 跟民間合作 我要把它投資太陽能 投資什麼 甚至我要投資什麼 房地產我都是用這個平台公司 這個城投公司就是 不斷的擴大 不斷的借錢 所以地方財政能夠賺錢 地方能夠賺錢 都是靠這個 結果現在這些公司 房地產垮了 然後那些產業也垮了 所以現在整個 這個所謂累積現在的負債 多到你根本無法想像 所以我才說 中國雖然解封了 但是它真正的苦難 搞不好才剛剛開始 好瑞德 剛剛看到在重慶 居然有2萬多人上街頭 上街頭幹嘛 他們是快災公司 可是不對啊 過去三年的時間 中國是到處都快災 中國快災的預算 跟它的人民解放軍的 預算是一樣的多 這麼多的錢 怎麼現在這些快災公司 居然一個一個倒閉了呢 最主要的原因 是因為過語不及 寶杰你知道去年一整年 整個中國它的這個 快災PCR相關的費用 花了多少錢嗎 多少錢 7.4兆台幣 單單花在PCR 花在桶鼻子這樣子 就花了7.4兆台幣 大概是賺了 中國GDP的1.3% 然後呢 本來大賺錢 當去年上半年 那中國總共其實 總共有20多家的公司 就有37種的PCR的 相關的檢測 相關的試劑 那麼去年上半年 這些從其中十大 十大 前十大的公司 就賺了 前兩季就賺了 163億的人民幣 照理來講應該大賺錢嘛 賺很多呀 那為什麼會搞到這個樣子呢 因為很簡單 這只是那麼有統計 去年上半年賺了 163億台幣 那麼163億台幣 乘以這個4的話 4點多的話 其實是大賺錢的嘛 那怎麼會發不出薪水來呢 那下半年的預估 因為中共在去年12月 這個整個解封之前啊 照理來講去年一整億 如果按照這樣估算的話 絕對會賺超過300億的人民幣以上嘛 對 那為什麼會突然間 面臨到這樣的狀況 很簡單 因為中共 觸不及防突然間宣布 全部都不用做了 全部都不用做了 以後呢 只剩下一種人要做 是什麼 要出國 要出國他要48個小時 兩天內的這個PCI陰性嘛 對 那他的量很少 因為他到今年的1月8號 才正式開放這個觀光客呢 市場都沒了 對 整個市場都沒了以後 這總共是二十幾家公司啊 那麼 負責生產這37種相關的 這個等於說 PCI的這個員工 每一家估計 保守估計 都有上萬名以上的員工 那結果 他沒有那麼大的市場 他沒有那麼大的量稅 他當然要裁掉啊 對的 雖然中國現在宣稱說 誒 我的疫情高峰已經過了 我已經受到控制了 可是有些數字 有些跡象 讓人家還是感到害怕 第一個就是誒 越來越人傳說說 他現在二次感染的比例很高 第二個就是你年輕人 還是會有等於說重症 還有 現在台灣 蘇一峰也提出警告說 怎麼台灣 照一講 你現在是Omicron 應該是照呼吸道 怎麼白費的比例增加了 為什麼會有很多白費的現象 那麼這一次 除了BFI 還有這個所謂BFT 這些病毒之外 Delta病毒的變種病毒還在肆虐 所以Delta的變種病毒 那時候叫大魔王嘛 所以事實上 他是往下腹肌道 他也下去傳 如果一個人的身上 有兩種病毒 我問你 那你的抗病毒藥衣物又不夠 那你就糟糕了嘛 24歲的這個中國女網紅 叫做伊川川 她有45萬人追蹤 十天前才說 她陽性了 確診了 然後她沒有發燒 但是喉嚨很不舒服 事實上這一次 好多台商朋友都說 那麼沒有發燒的話呢 喉嚨像刀割一樣 就很不舒服 然後不斷有說 大概症狀怎麼樣 十天後她死了 她就死了 她是個年輕人 24歲而已啊 所以不是只有老人 對 所以這一次最恐怖的是 不是說只攻擊老人 不是只有攻擊老人 為什麼呢 白費現象 從60歲 40歲 20歲都有 而且蠻普遍到處都有 而且最可怕的是什麼 是現在不是在一線的 北京啦 上海啦 然後的重慶啦 這個村運的關係 這次村運票又賣得非常的好 因為已經兩年都沒有回去 過年都就地過年了嘛 所以呢想回家去看老人家 結果就把這個相關的 這個病毒帶回去 我看到一個新聞 我覺得不可思議啊 為什麼呢 帶回去了以後 有一個老人家 他自己陽性確診 為了不要拖累全家人啊 竟然自己帶著棉被 帶著什麼東西 到家外去等死 你知道嗎 因為他沒有藥物 然後他也沒有辦法到醫院去 也沒有足夠的醫院 也沒有足夠的量 全部爆滿啊 這個悲劇是不可能發生的 可能問題來了 保健你知道現在之前講去年 做PCR的公司的股價不是都翻了好幾 翻了好幾倍了嗎 你知道最近什麼 在中國什麼公司的股價呢 都漲了大概是百分之五六十以上 殯葬公司現在在北京 那麼在河北 在這個等於說 包括躺山這些地方 現在棺材 電腦 棺材都找不到 還要透過關係 部政部長級的以上的關係 他的家人 才能夠分配到一個紫棺材 所以你就知道 現在中國的疫情 到底有多嚴重了 葬長 如我剛剛講的 現在出現很多問題 第一個 重慶的人開始上街頭了 我們看到了煙火革命 很多的年輕人 未來根本沒有工作 甚至我剛剛講的 很多的東西 莫名其貌就這樣燒掉了 它有一個最關鍵的問題是 現在真的沒錢了嗎 重慶還算好的 黑龍江有一個縣 叫什麼 叫賀岡 賀岡 賀岡現在叫做財務重整 什麼叫財務重整 破產了 破產了 難怪暖氣都發不出來 對 地方政府破產 破產的方法它怎麼搞 你知道嗎 它一個是政府 它第二個是叫什麼 它們是因為它是土地財政 所以它有城市投資公司 所以這個是政府的另外一個 白手套 它用城市投資公司 去做房地產投資 各種投資 主要還是土地財政 然後這些城市投資公司 再跟一些地方省市的 一些地方銀行去融資 還有信託公司去融資 所以借了一堆錢 這個叫做什麼 這個叫做地方融資平台 這裡面的金額 就是剛剛市中講的 六十幾兆 六十幾兆 人民幣耶 台幣就上百兆耶 你沒有收入嘛 我現在講個數字給你聽 它這個土地財政 大概2021年的土地收入 佔整個政府總收入的 41.47% 快一半了 40%了對不對 然後現在我告訴你 目前腰斬 更慘 現在更慘了 28的錢沒了 收入腰斬 它的收入 原來還有收入 現在收入的錢沒有了 政府是政府對不對 然後有投資公司 然後投資公司跟我們銀行 銀行有分兩種 一個叫做中央級的銀行 大銀行 一個叫地方級的商業銀行 它把地方級商業銀行的錢是 它的資金來源哪裡來的 老百姓給的 老百姓存款對不對 老百姓存款 就沒了 存款沒有了 他跟你講 就割韭菜了 對 不是他沒有割韭菜 他告訴你說20年 這停止付利息20年 但是跟人家搞 但是開始就不給錢了嘛 就政府賴帳 賴到最後的結果 是誰給錢嘛 是老百姓的存款 在銀行裡面 然後拿不出錢 那銀行又變怎麼樣呢 銀行沒有錢付利息啊 銀行又宣佈倒閉啊 可是政府不能倒 也不能倒嘛對不對 因為倒了會開始暴動嘛 就你剛剛講到這些 領不到錢的 領不到材料款的 對 或領不到工資的人 就鬧了 出來上街頭鬧 但它中間還有一個關鍵 就是它有個老闆 老闆跟銀行中間又有糾紛 所以追根究底的結果是 我告訴你 是銀行開始不給錢 那銀行不給錢的背後是什麼呢 因為政府欠銀行的錢 它也跟你訂合約 對 20年再給你 沒利息 那這個事情沒善了嗎 這不可能 這不可能 那就倒啊 倒 最後你銀行就倒掉了 因為你那個銀行 是什麼銀行 是屬於地方商業銀行 對 那個執照是誰發的 是它地方政府 省市政府發的執照 那老百姓存的錢呢 老百姓 所以它沒有倒閉啊 因為銀行也沒倒啊 因為它欠錢沒給而已啊 就是老百姓 欠錢不還 利息拖20年 它沒有不還 它告訴你說利息欠20年嘛 利息你20年後可以拿到利息 有10年 5年 它可以 它把合約延長嘛 那沒有問題啊 所以它沒有破產嘛 它叫做財務重整 就是賴賬 賴賬會怎樣呢 不會怎樣 不會怎樣 老百姓沒錢啊 對 所以老百姓會對存款戶領不到錢 然後老百領不到存款 就發不了工資 發不了工資 買不了材料 所以工廠就倒閉了吧 所以整個地方比較脆弱的省份 通通會出現問題 所以我剛剛第一個告訴你說 黑龍江有一個叫做賀鋼市 它現在開始就是叫做財務重整 這個新的名詞 這個名 這個簡單的背景就是告訴你說 它有一個合法賴賬 然後最後誰倒霉 老百姓 老百姓倒霉 所以它欺負的不是 它不會去欠到什麼 什麼美國銀行 也不會欠到台灣銀行 它沒有倒債的風暴 它沒有倒債的問題 它根本沒有問題 它只有一個問題 就是老百姓領不到存款 然後這個事情就結束了 那怎麼辦 那老百姓多慘啊 老百姓就回到解放錢 怎麼辦 對不對 爛尾樓啊 又房子啊 對不對 然後很多老百姓就是 銀行有 老百姓開始循環了 老百姓欠銀行的錢還不還 也不還了 對不對 所以大家都互相不還 都不還錢了 就全部賴成一團 走 雷蒙多到了中國去訪問 欸 見到了李強 兩個人欸 看起來笑得很開心欸 看起來這個場合很愉悅 對 想說欸 中美雙方 終於找到了一個 共同的可能 可以去把雙方的僵局 做一些環境 對 就沒有想到 雷蒙多回去以後 兩邊喔 不是只有美國 對 中國跟美國 話越說越狠 沒錯 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去訪問中國 你看他見的人都見了 你看還見了李強 你看他們兩個的照片 對 笑得多開心 兩個人笑得非常開心 可是問題是 兩個人笑完之後呢 互相拔刀互刺 有這麼嚴重喔 對 那刺到什麼程度 你看這個習近平 這一次的這個G20 他就已經不去了 甚至現在有傳言說 年底的APAC在美國舉行 搞不好他也不去 所以 拜登一直想要在G20裡面 跟習近平見面 然後就 結果習近平不跟你見面了 對 所以那 現在拜登就說我很失望 但是問題是 為什麼搞到這樣的局面 因為美國跟中國雙方 顯然他們立場 都不願意改變 所以現在呢 兩邊已經談崩了一個狀況 你看談崩到什麼程度 這個雷蒙多回去 他接受美國媒體訪問 他就直接說了 他說中國經濟現在很差 尤其是房地產 房地產現在大概完蛋了 直接講中國經濟很差 對 他還說什麼 那美國繼續 他們就說 欸我這次去呢 有很多人已經跟我說 不要這個對中國經濟 繼續制裁 他說沒有 美國將繼續對中國 出售半導體晶片 但不會出售中國晶片 所需要的強大晶片 你的軍事需要的門都沒有 對 另外還說什麼 美國的親切耐心 在逐漸消失中 他們應該要有 可以預期的 而且要公平的競爭環境 希望中國能夠了解這一點 所以等於是 回去了 打了中國三個巴探 而且特別想到 中國的反建議法 把美國人嚇壞了 好 那雷蒙多 既然這樣說 中國的國安部 他也不跟你客氣 他在這個微信公眾號 就直接講了 他說美國的對華參與 明顯了兩個特徵 就是老兩手 就是接觸加遏制等等 那目前拜登用什麼 競爭加控管 他說新平裝舊舊 他說沒有用 但是他也說 更肅殺的手段 恐怕還未祭出 他覺得美國還有更肅殺 所以他說 美國對於我們中國之後 我要跟你接觸 但接觸的目的是要遏制你 對 所以你知道 雙方已經談功了 沒有什麼好講了 所以我就講 現在習近平他真的 G20不去 我覺得他APEC 也可能真的不去 但是你說為什麼他要裝成這樣 因為他現在知道 他現在只有一招 能夠讓整個中國經濟好轉 因為中國經濟現在真的不好 對 這樣美國也是 為什麼美國要踩到底 因為他知道你經濟快完蛋了 你要跟我認輸才行啊 但是這樣 這個習近平顯然不可能 會這樣接受的一個狀況 好 那剛剛講到 現在整個中美雙方 已經開始分手了 對 已經切八段了 已經各走各的陽關道了 各走各的陽關道的時候 我們就注意到了 這個對中國來講 沒有想到 造成非常致命的打擊 現在剛剛講 這個時間進到了9月 對 應該去各個工廠 加緊趕工去準備 美國的Christmas的這個假期 可是我們去看到長三角 對 珠三角 門客羅雀 沒錯 那國際媒體這個 日經亞洲的這個報道裡面 他就講 他說他以一個東莞為例 他說東莞目前為止來說 五到十月是傳統的這個旺季 但目前為止他去採訪所有人 都跟你講 今年的旺季幾乎是完全沒有旺季 旺季不旺了 對 因為為什麼 因為他說說譬如說以七月份來講 七月份的中國出口減少了14.5% 所以照理說七月份開始進入旺季 然後他說對美國的出口 年比大概降了23% 對歐盟下降了20% 也就是說對歐洲跟美國 大幅的下滑了一個狀況 那我們講最慘的 你可以看到這個畫面 這個畫面都告訴你說 目前為止 這個中國的世界工廠所在地 東莞真的是門可羅雀的一個狀況 沒人了 對 你看這個在長坪產業區這個地方 這個下班時間照理說 過去一段時間保久 因為我也去過這個地方 過去上下班時間 這些全部都是人 等公車的啦 或是開車的一大堆 但是現在你看 他公車停下來居然沒有人上 沒人 沒人上這個站 另外除了什麼 在這個廣東火車站這個地方 過去一段時間這個時候 因為為什麼 現在要招農民工的時候 這時候都是高價 你知道過去如果假設 這個一小時12塊 現在15塊 但是現在為止 根本沒人 沒人 連要招工都沒有人 農民工都沒有人 都沒有人來 你就知道這是一個縮影 另外什麼你看 以前曾經講過 在這個時間點 廣州火車站 對 連蒼蠅都擠不進來 而且連那時候 你如果連農民工 你要睡覺都沒地方可以睡 你要擠到很多地方去 好那現在 連這個東莞的一個工業區 現在造處都是招標 你看招這個工人 那你看連周邊的這個 這個相關的這個食品街 都沒有人 那甚至這是 全部都在招租 非常知名的這個鞋場 到目前為止 他說也都是冷清了一個畫面 所以告訴你 世界工廠的東莞 真的完全已經瓦解了一個狀態了 而且我們現在看到一條新聞 老鬼嚇壞了 居然在中國 有一個醫學院 對 醫學院不是說在台灣很吃香 在中國也是頂尖的人才有辦法 去念醫學院 結果他們到了頂尖學院 導播拍了那些照片 我看到 這底下都是垃圾 剛剛鷹架都還沒裁 進到了浴室你看沒有 這個都還沒有 那你想想到了這個房間裡面 連這些東西亂七八糟 對 結果這是醫學院 醫學院的學生住在樓上 底下都是垃圾 對 那雷蒙多不是說 他說中國房地產很危險 為什麼 因為大家都知道爛尾樓一堆 恆大壁櫃一大堆 現在爛尾不是只有爛尾什麼 這個所謂你住的房子 或是爛尾所謂商辦 現在連學校宿舍都這個樣子 寶傑這是什麼學校 這是長沙醫學院 長沙醫學院 長沙醫學院 在湖南的地位 類似我們台大醫院這樣 最頂的 就最頂的 這是長沙醫學院 他們一個學企業 學費要四萬塊 四萬塊 含有這個住宿 就這些學生興趣 完全傻眼 四萬塊人民幣 我這個這麼好的學校 我是人中之龍 人中之鳳 我來住這個地方 就這個學生 寶傑他們學校宿舍 你看 這是在學校宿舍拍的 這不是在垃圾場 這是真的在學校宿舍 那除了拍到這個之外 你可以看到 他們的浴室 浴室你看 根本就還沒做好 還沒做好 你看完全都是這樣 爛爛的這個樣子 那這是走廊 走廊 也是一堆的狀況 根本就是沒有完工 那你硬要是來 走廊還有一些拆掉的建材 那好外面還有鷹匠 擺明的就是完全沒有做好 所以人家就說 你看這裡面的 這個裡面的陳色 也都是亂七八糟 甚至還有什麼 還有學生進去之後 就沒想到 居然有這個尺端掉落 九樓掉下來 砸到這個學生 所以幸好 幸好這個受傷不嚴重 趕快救過來 不然他就如果可能會往生 所以大家想說完蛋了 這怎麼會這樣 一個 湖南長沙的醫學院 醫學院居然是這樣的一個狀況 一個學期四萬的住宿分 就居然是 如果是四萬 那和台北什麼 快要有十萬 我就說能夠在中國念到 長沙醫學院的 就是人中隆 人中縫 結果搞到這個樣子 你看這是 學生從宿舍的門口 走出來一個畫面 你說連學校蓋的房子 都是爛尾樓 都是爛尾樓 那人家學校 甚至還有人就說 進去這個學校裡面 你家聞到那種類似 甲醛啊 油漆那個味道 都很刺鼻 然後就覺得 進去裡面沒多久 都很假昏頭的這個狀況 沒想到他們都這個樣子 結果沒想到 他們就說什麼 他們學校就說 沒有啦 因為我們這個所謂 這個鬼怨的關係嘛 那我們現在最近那個人力不夠 所以才這個完全delay 可是問題是 你如果看這個狀況 這絕對不是delay 這可能真的蓋到最後會變成是爛尾樓的一個狀況 所以現在爛尾樓居然已經變成了一個中國無法閃躲的現象 那最近有一個影片叫我家住在爛尾樓 對 一天就有上百萬的人去點閱 那當然他的下場就是馬上下架 沒錯 我們看到這個影片 這影片在中國期內應該是看不到 這叫什麼 這叫我家住在爛尾樓 他上架一天的時候 沒多久之後他就已經有百萬點閱 但是百萬點閱就已經被下架 他講什麼 他主要在講2022 他是2022年拍的 因為有非常多人都是爛尾樓的狀況 所以這個人拍的人 他去採訪了非常多的這個爛尾樓的這個樓主 譬如說有一個這個女業主 她說什麼 她是2013年就買了房子 2013年買房子 她說小孩子還小 結果小孩子上學的時候想說有一個房子 結果到目前為止沒有房子 他們全家都住在 2013年到現在10年了 住在13樓的這個毛沛屋 那毛沛屋你看就是類似這樣 沒有水沒有電 他們還要自己去樓下拿水拿電 然後他們每天要走來走去 他住在13樓 13樓的話 他說他還有一個67歲的他們老 他們算是老婆婆 他要每天爬13樓 67歲 然後他就說 因為我還要去買東西 他說我今天已經爬四五趟了 而且他樓梯要帶手電筒 對因為沒有電 所以你就知道 這是非常慘的一個狀況 甚至還有一個男子他接受採訪 他就說他6歲 他帶了一個小孩住在這個爛尾樓裡面 他說他覺得這個房子真的非常糟糕 他說我現在只能夠一個人堅持下來 那他小孩子在旁邊 你看念書的時候 他還必須要打開燈 讓他小孩子在這邊念書 晚上根本沒有燈 他只能夠這樣做 那結果他就說 幸好我女兒還小 他覺得說住在這種 滿地都是殺的房子 還蠻好玩的 可他都完全笑不出來 那事實上 這絕對不是一個特例 因為現在中國真的是有太多 太多爛尾樓完全蓋不下去的一個狀況 所以我說我家住在爛尾樓 為什麼被禁 因為你不能夠說出現在普遍大家的事實 好 郭聖 你每一段時間 你會到中國去做這個實地的調查採訪 這次你到了東莞 真的被你嚇到了 以前你到了東莞 剛剛講的你到了廣州火車站 他講的這個時候剛好是要招農民工 所以這時候廣州火車站 一定人山人海 有人講連蒼蠅都飛不進來 結果空不一人 而且你現在到了東莞 以前導播我看到 這個畫面真的工廠裡面都是人 結果現在都是空的都在招租 去年這個時候中國的出口 還在創歷史新高寫下新的紀錄 而且那時候聖誕訂單是塞得滿滿的 現在整個聖誕訂單完全跑掉了 一年就沒了 如果以現在的狀況 現在剛好在東莞市聖誕訂單最好 你看去年的時候貿易是創新紀錄 中國是最好的時候 那時候上海封城照樣創新高 那現在完全解封了 解封為什麼人都跑了 完全綁啊沒有了 原來訂單開始跑掉 很多老闆接不到來自美國的聖誕訂單 本來是腳麻跑不動 現在人可以慢慢搬走 所以訂單慢慢搬走 所以廣達跑到泰國 因為HP這些人 蘋果要求他到泰國去生產 HP也要求匯普這些人 泰國 越南 墨西哥都跑去東莞亞生產 連窩瑪 阿瑪隆這些訂單通通跑掉 所以現在台商或者是出口的工廠 訂單少了40% 逃走只是開始因為一直在往外搬 而且更可怕的是 為什麼雷蒙多說 美國的商人對中國秩序信心呢 為什麼 三年來改變非常大 你一入境的話 而且你說你這一次 你這一次到中國 你過去也常常去中國採訪 你還在中國注點過 你說這一次你去中國 你最大的感覺是 有一種窒息的感覺 對 封控無所不在 而且對你的掌控真的是如影隨行的 隨時都可以掌握你的行蹤 所以你一入境 你要在中國入境之前 你要先刷健康碼 刷健康碼你要刷這個東西 你要把所有你的個資完全確定 正確無誤地交給中國政府 所以你到了之後 他隨時可以通過微信 知道你現在在哪裡 所以你一進到中國 你就要刷一個健康申報碼 刷了健康申報碼之後 你做任何事情 你去了哪個地方 你買了什麼東西 中國都知道 因為刷健康申報碼 是用微信去刷的 所以你要先確認你所有的 微信的資料是正確 包括你的財報證號碼 包括你的聯絡人 包括你所有的個資 你都要交給中國政府 而且微信經過三年的發展 它可以清楚地掌握 你人現在在哪裡 接下來你付所有的錢 你都在中國已經沒有辦法 花一毛的現金 我這次一毛現金都花不掉 混蛋付現金 全部只能用支付寶跟微信 那我沒有支付寶 沒有微信怎麼辦呢 你要去刷臉 你要透過刷臉 經過認證之後 你才可以啟動這兩個東西 所以你臉也被刷了 資料也交給他了 你身上有多少錢 他全部都知道 你到了哪裡 花錢花了多少 他完全清清楚楚地掌握 所以我到了中國 不是說把我的財報證 或是把我的這個 所謂的這個手機拿出來 我刷了一個所謂的 健康申報碼 健康申報碼 我在微信上面 所有的資料都有了 另外我一定要去辦 支付寶跟微信師傅 然後一個框框 我去掃我的臉 掃我的側邊 掃我的側邊 左邊 掃完了以後 那我當犯人一樣 我所有的資料 我付的錢 他都知道了 而且你現在搭火車非常方便 你只要微信支付 刷上你的台胞證 買了車票之後 你只要刷臉 你就可以坐高鐵了 台灣還要取票 太落後了 不用取票 你只要用台胞證刷到你的臉 他就知道你有買車票 你要去哪裡 完全沒有車票了 非常的進步 所以我買高鐵票 買高鐵票的時候 我還去拿車票 不用了 我走進去 包臉一刷 他就知道我劉寶金有買車票了 刷你的台胞證 加上你的臉 就可以入關了 如果你只刷台胞證 沒有刷你的臉 請走人工通道 一定要兩個一起刷 所以他知道什麼 知道你是誰 台胞證你到了哪裡 所以他很清楚知道你是誰 你要去哪裡 所以外國人說 我很痛苦 所以為什麼 現在外國人本來 難怪雷蒙多講 你讓這個所謂的 美國商人失去了信心了 因為美國商人去了 參加廣交會 今天五月不是廣交會嗎 你一進去 就要交所有的個資 就是你的所有的錢 都要刷碼 刷臉才可以用 你所有的個資 都要交給中國政府 交給微信 你怎麼敢做 所以2019年有370萬人到中國 現在第一季只有5萬人 我現在到廣州機場 到廈門機場 看不到什麼外國人 你過去到了東莞 你過去到了廣州 甚至你過去到了上海 你就會看一個滿滿的 滿康滿谷的外國人 排隊要入境 沒有了 現在看不到外國人 因為大家都怕 所以很多人就會說 我很不習慣 你真的看不到外國人了 看不到外國人進來 因為外國人會說 我很不習慣 我為什麼要申請 你看到這個是 斯洛維尼亞的電影製作人 他說2019年 他還有花過錢 對不起 這是疫情之前 現在更加完善了 所有東西都刷碼 包括你在路邊司機 師傅載著我們超速 超過50公里 直接刷到你的臉 直接從你微信扣錢 因為你剛才超速了 所以你可以想像 我們的臉全部 等一下等一下 我跟他講 我去買一個煎餅 我去買一個紅豆餅 然後我就刷 等一下我就刷個臉 我支付寶就付了 你說我在開車 我開車 隨便都有這個攝影機 攝影機以後 我稍稍超50公里 我燒了52公里 啪 刷了一下 微信 罰單就沒了 罰單就沒了 這麼厲害 知道你在哪裡 你在路上做什麼 我在開車 刷了一下 微信就把我扣款了 對 直接把你的罰單給付掉了 所以 中國大陸現在科技這麼方便 所以外國人很不習慣 你以為只是刷這樣嗎 不是 他刷之後 現在地方政府都缺錢 所以缺錢 他就可以清楚知道 每個人花多少錢 錢從哪裡來 誰會給你的 他完全知道 你消費如果太多 你平常收入只有5000塊人民幣 你花3萬 請交代清楚 你錢哪裡來 我要收你的稅 還要查你的財產不明 所以整個中國大陸 我這次去感受很清楚 哇 科技進步那麼多 不是不方便而已 不是我聽的都冒冷汗了 而是他完全可以監控 這個國家隨時可以進行大動員 每一筆錢都清清楚楚 沒有一個台商 沒有一個外國商人 能夠逃掉一毛錢 所以說你這次在中國 有一個非常強的體驗 第一個是你在周圍的機場 在中國的交通設施 你沒有看到 坐高鐵啊 沒有任何外國人 第二個是 在中國 沒有人超速了 沒有人超速 沒有人交通違規了 沒有人 而且你的錢 也不管亂收錢 因為你的錢 只要財產不明 你在花錢的時候 馬上就會被發現 或者是 你沒有繳稅 台商現在非常怕 無險一斤 你沒有繳足 他馬上直接可以 從微信就可以抓到你的錢 你的錢來路不明 一樣 馬上就會被發現 進去用所謂的水生活 來迎來這個所謂的三中全會 除了剛剛講的七大水系 全部都淹水之外 現在大家也注意到了 你的經濟非常的糟糕 之前不是講嗎 你的經濟火遮頭 你是你的房地產 房地產當時 很多人變爛尾楼 爛尾楼我就交不出去 所以現在中國說 我要保交物 好我保證 你要保證 把這個房子給我交出去 那現在中國有沒有保交 要把東西都保交出去了 結果保交出去 不保還好 不交還好 一保一交 就發現根本不能住 對 保證哥因為他們現在強勢保交之後 導致說 最後廠商有沒有把所有的貨物交出來 有 房子看起來外觀美輪美奮 結果呢 真的直接看到裡面之後 才發現完蛋了 錯大問題 比如說我們講 在湖南有個地方 它超天花板 看起來很漂亮 對不對 整個白白的一片一片 結果保證哥你知道 他拿那個掃把 去捅一下 你知道發生什麼狀況嗎 發生什麼狀況 直接就捅出一個洞來了 這個捅上去之後 一個大洞馬上就爆出來 而且 不只是大洞 還有一些 而且還有殺死 跟這個我們講的 揮一樣 不不不不不 就這樣一直卸下來 不是 我如果住在三樓 我往上頭 我居然看到四樓 不是就是四樓 看到頭到五樓 對對對 樓上還會告你樓下變態 你怎麼會這樣 他說不是啊 我本來只是想說 有一個蚊子可能要打一下 打下去馬上就一個大洞 而且更慘要是什麼嗎 我們講喔 往上不行 可是這個混凝土 根本錢 不夠啊 我跟你講海鯊屋都不足以描述這個狀況 因為海鯊屋 也不會被哨帳打敗好不好 怎麼會哨帳捅一下 而且沒有鋼琴 對沒有鋼琴 它鋼琴跟鋼琴沒有連起來 對而且更慘你知道什麼嗎 他們有些人說 好好那我房子裡面內裝的問題 我去地下室總行了吧 結果也不行 知道什麼嗎 開車往地下室 開著開著開著 結果下去 而且是恆大喔 恆大夠大家了吧 恆大很有名了吧 恆大四季 結果開著說不好意思喔 裡面是水庫 水庫 它的地下停車場 完全變水庫 整個全部都露光了 露光了 所以你說這個恆大四季 我也是我保交了 我也要交給人了 結果我發現在地底下 地下室是這個樣子 欸保安哥我跟你講 而且你不要誤會喔 這個不是因為什麼外頭下大雨 我們是不是常常介紹說 中國的下大雨 沒有喔 外面呢 萬里晴空 完全沒下雨 它就單純它的管線太爛了 所以地下室 長久以來 就是全部都會變水庫 這不是什麼鬼啊 這買的到底是什麼 我要跟你交替 也不是交這種東西給我啊 甚至有什麼 圍欄你知道嗎 圍欄你知道嗎 就圍欄 看起來很美輪美化 歐式圍欄 你看手輕輕撥 一般都對 不是 它本來就沒有裝好 摸一下 整個水滾滾滾下去 甚至我們講 最重要一個房子的東西是什麼 量柱 我們剛才這些都還可以再維修 惡補 那量柱總不行 他們有一個量柱的狀況 你知道底下是什麼嗎 你看喔 它量柱整個用手插去發現 是空心柱 裡面下面整個是懸空的 座紙是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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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你想想看 這種東西誰敢住啊 拜託你空著 你的量柱的目的就是要支撐重量 你這樣連重量都支撐不住 你還要怎麼住下去 而且更慘的是什麼 強制保鑣對不對 整棟大樓 大樓沒問題 地層直接下線給你看 就你們現在看到這個 整個都崩掉了 它直接地層整個崩掉 所以你就知道 現在整個中國為什麼 他們強制這種豆腐紮工程 硬要交 就是會出現這種爛問題 但最大的問題不只是這樣子 我們剛才一直在講說 三中全會 三中全會 但保理哥你知道 三中全會請問一下 它現在有沒有正式訂毛 它到底要往哪一個方向去 沒有 因為它都是五年十年的重大經濟 對 它現在只有聚焦全面 深化改革 我哪知道你要幹嘛 有有有 其實有明目出來囉 他們現在傳出來說 你知道他們要進行全版 各方面的稅感 稅感 稅感聽起來是好事 但你知道它要徵什麼稅嗎 比如說奢侈稅 你買什麼LV Goozie 金品 我要多給你抽個稅 但有一個稅 我真的沒有辦法接受 就說偶然稅 什麼叫偶然稅 一切都來自於偶然 所以你就要回歸於偶然 比如說你偶然在路上 撿到五百塊 不好意思 習主席要給你抽三百塊 就你不能賺這種不義資財 你只要隨便撿到的錢 所以你的所有的錢財 都要經過調查 如果你不能交代你的來源 他就是偶然來的 如果是偶然來的 繳種稅 偶然來的錢 你就要回歸於偶然 而且各位 你知道他們現在玩多狠嗎 還給你用一個手機APP 這個手機APP 各位它不是一般的APP 它就會把你全方面 比如說你的薪資所得 你的哪裡 你的出售 你的鼓勵所得 你的房屋所得 全部統計在這邊 所以只要你的財產 跟這個數字裡面有差 哦 你偶然了 馬上他把錢抽回來 所以你知道 現在中國為什麼要 要吸人民的 吸人民子民膏 到這種地方 沒錢了 全方面破產 我給各位一個數字 破產最嚴重 你知道其實不是中央 地方政府 嚇死人 你知道他們現在隱形債務多少嗎 358兆 358兆 這個已經遠遠超過中央的債務上限 所以代表他們地方政府全部都垮台了 你知道為什麼垮台嗎 因為他們大量的亂蓋房子 比如說我們以柳州為例 以前柳州你知道什麼嗎 做汽車最有名 他們甚至有五大家廠商 專門做汽車 實名海外 實名國際 你知道他們後來的政府 天方一談 你知道搞到什麼東西嗎 大量用融資 他們融資的方法很特別 因為每個政府有舉債上限 所以他為了規避這個舉債上限 我們創造一個叫做融資平台的東西 而且這個融資平台 有政府掛擔保 甚至他比如說我柳州政府 我就幫你掛擔保 但是這個融資平台 你知道拿來幹嘛 蓋遊樂園 那蓋什麼 你知道蓋滑雪場 比如說貴州蓋滑雪場 但是問題是寶杰哥 你知道就出一個大問題 誰去貴州滑雪啊 對嘛 你誰會去貴州滑雪 那你蓋那個遊樂園之後誰來去 他覺得他是規避到原本的舊城證 他等於是全新的造勝計畫 所以最後導致的結果是什麼 柳州欠債欠了90億 然後呢還不出來 跟我講是美金 所以我現在看到的都是爛尾樓 對 然後全部空蕩蕩 甚至他們為了要串連舊市政 跟新的這個遊樂園還蓋什麼 中間還蓋捷運 結果捷運到現在已經知道了 融資跳票 根本沒有人付出出來 所以中間變什麼 全部都變爛尾樓 結果你現在看到了 一層一層一層 都是只有支柱 沒有輕軌 沒有捷運的爛尾樓 所以你就知道這種狀況下 當然得要跟民眾吸名指名高 才有辦法去盈虧良平 好 機會 你過去講說 三中全會對中國來講至關重要 因為所謂的改革開放就是 鄧小平在當年的三中全會 所提出來的 一中代表我的人事 二中代表我的整個政治的方向 三中就是經濟 所有的五年經濟計劃 從這個地方開始 就今年居然是一個閉門會議 我覺得非常奇怪的是 既然到現在 一張照片都沒有流出來 連一個主張都沒有流出來 現在只知道他要拔鵝毛 也就是要抽牢外線的稅 而且拔都來不及 是用整個用剃的 這次來講的話 還是以習近平自己個人的利益為中心 為什麼呢 因為你現在所有的媒體 包括新華社 都定調這場會議叫做 把習近平視為是改革家 你知道嗎 那他說改革家這個概念來講的話 就跟過往來講 鄧小平所謂的改革開放 其實是並駕齊驅了 所以你看到現在為止 其實這場會議不重要 為什麼 這場會議一延宕半年了 本來在半年前就應該開了 那結果延宕半年之後 要開的原因是因為 你不開三中怎麼去開四中 所以現在其實它是一個過場的概念 那裡面的政策主張 其實已經不重要了 為什麼這樣講呢 習近平的本身來講 他為什麼要定位改革家 其實要告訴西方國家說 我還是持續走鄧小平路線 但問題是說 今天我也搞不清楚你西方國家 接下來可能川普會當選的情況之下 美國要怎麼對付我 我也搞不清楚 而且中國現在又在水生火熱當中 到處在淹水 然後到處有旱災 然後這個在內部來講的話 明不了勝 更重要一件事情 這次三中全會 你搬出來拖出來來看的話 這個李尚福呢 對不對 秦剛呢 對不對 然後李玉超呢 魏鳳和呢 這些來講的話 中央委員 那中央委員這些來講 能看嗎 一個一個被整肅掉 或是一個一個是 這個貪腐腐敗 那這時候他的三中全會 到時候照片照起來 一堆的缺位 或者是候補的這個委員 這時候習近平心裡難道不會難過嗎 現在中國出現了一個瘋狂的現象 就是搶黃金 現在中國年輕人或者是一般人 他有了錢 他就幹嘛 趕快去買黃金 為什麼買黃金 因為現在如果我有資金 很多人以前講 我把錢就放在房地產 可是沒有想到 現在的房地產 連北上廣都撐不住 很多的這個所謂的房子 都是腰斬 甚至你可以降 一百萬先降 其他慢慢在談 這個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好 我的錢不能放在房地產上面 那我去丟股市吧 我們講 上海證券現在已經跌破了3000點 他現在已經進入一個跳水的狀況 連我們剛剛講的 連胡錫進都說 他已經被割韭菜了 那我現在我股市不能放 我房地產不能放 那我放銀行總可以吧 但可怕的是 你現在如果放在銀行 我們現在看到有已經很多的地方 包括河南包括山東 很多地方你把錢放到了銀行以後 你竟然拿不回來 所以市長 我們現在看到的畫面 這是石大石 現在在中國的畫面 中國真的這樣子瘋搶黃金 而且這個瘋搶黃金 不得不然嗎 沒錯 現在所有中國民眾 不分男女老幼 不分大江南北 大家都往銀樓跑 為什麼 大家要買黃金 那為什麼要買黃金呢 因為說真的 他們現在賺了錢之後 沒有地方可以去 而且過去一段時間 要不要存銀行嘛 不好意思 存銀行 你現在存進去呢 錢會出不來 拿不回來 拿不回來 而且好 那我說我要去定存 不好意思 現在銀行呢 他都不收你定存的狀況 不收定存 那好 那我去買房地產 房地產 房地產現在價格在持續回落 幾年後搞不好會腰斬 那我去買股票呢 不好意思 目前深圳股市 還有上海股市 還在創新低 所以根本沒有辦法可以買 那你目前為止 中國沒有任何投資工具啊 沒有地方可以投資 那你說 那我就放了人民幣 結果人民幣還在貶值 所以他們現在只能夠買保值的東西 對 他們現在心裡的想法只有 我要保值 我要安全 他們買黃金不是為了要投資啊 對 他們是為了要讓 黃金至少放在家裡面有安全 我看得到 然後另外一個還可以保值 雖然現在男女老幼 你看這些場合都是 很多 我跟你講過去我們都說 是大媽來搶黃金 對 我跟你講今天現在不是喔 所以說這樣的萬頭鑽動的狀況 對 真的變成全民運動了 對 你仔細看 裡面來看 過去大多數大媽大叔 對 現在沒有都是年輕人 真的耶 現在反而是年輕人很多 年輕人他可能賺錢了 馬上就跑到銀頭去 馬上就把他搶 搶這個黃金 對 而且目前為止 以今年上半年來說 中國的黃金要去年 同期增加了33% 所以事實上中國民眾真的是瘋狂在買黃金 黃金增加33%的供應幾量 很多 那你看事實上我們就講 以武漢來說 這是武漢一個樓 這個樓來說你看 中國黃金 中國黃金 你看他這個一棟樓 全部都在賣黃金 這棟樓 對 整棟樓都是黃金樓 而且那進去裡面來說 你看 黃先生你如果真的 有人拿出來黃金的時候 你要怎樣 你要用搶的 馬上拿出來之後 馬上就搶 尤其是他們很喜歡 因為他們現在很喜歡 我們以前可能都買這個金元寶 沒有這個金條對不對 他們現在不是 因為我們我就說 現在年輕人在買 所以他們在買這個小豆子 他們有時候把黃金弄成一個小小的 一個圓一個豆子這樣 小豆子還有小魚 大家在搶 所以他 大家都要搶 你看裡面都是人山人海 而且這有時候是 晚上深夜喔 還是這麼多喔 這八層樓裡面都那麼多喔 他就說我們 我們看業以來的話 我們動用了100多個員工 但是到目前為止 我們有一半員工已經都沒有 都沒有辦法輪修 都病倒了 所以這個畫面 對 我已經掉了100個人來了 是 掉了100個人來了 有一半已經病倒了 對 那你看人山人海 你又覺得這是幹什麼 結果在買黃金 你太誇張了吧 對 那好 那你說只有武漢這樣 沒有 我們看深圳是這樣 深圳的黃金賣場裡面 大家都全部都在買啊 這是深圳的畫面啊 然後就在那邊喊 欸 我這個黃金多少 現在的樓盤價這個多少 欸 我要買多少 欸 大家在那邊講 然後馬上你看 果然很有氣魄 你看拿了一個盤子 然後裝了大量黃金 就欸 我們去結帳吧 對 所以那事實上目前為止來說 真的裡面到處都是人 大家都在買黃金 而且買黃金 大家都一盤一盤的 就把它結帳 你看這個小姐 買黃金出來 還拿一個金條啊 都出來說欸 這個 觸感還蠻不錯的一個狀況 所以現在全世界的黃金的價格 是被中國人推上去的 好 那我們就講嘛 事實上你看這個黃金 這個連外媒都報導 外媒就說你看 這路透說中國年輕人捨棄傳統的投資 就是青賴黃金 那你看 買很多黃金 那甚至你看 他們就買了黃金 買了小小的黃金 你看都是很小的黃金 然後甚至還有人買了金條之後 去把它打造成這個金式的狀況 我至少可以帶在我的身上嘛 我這樣也可以保持 我同時可以炫耀 你說這個是要去排隊買黃金的 對 好 那你看 他們就買這個 我就說現在中國流行是這個 你看 買這個豆子 金豆子 金豆子 然後這個金豆子 大概是一公克左右 所以就是說呢 這個約莫 你收入可能比較低 你一個月可能可以存400到500塊人民幣 你就買這個金豆子 他就說 欸 他們一直在存金豆子 那不就像我小時候在存那個 豬的存錢筒嗎 對 一樣 他們就只是說他們現在存了 他們不敢存人民幣啊 他們就存這些東西 所以你看兩年後存了這麼多 那為什麼 因為他們現在安全太多 那人家就去問這個 問這個年輕人說你在搞什麼 他說呢 這一個北京大學學生 現在唯一可以讓我信任 並不讓我感覺到安全的事情 就是投資黃金 所以還有說 還有一個23歲的職員 眼下的選擇不多了 人民幣一直貶值 那金融市場風險太大 然後那房地產就令人失望 所以就是說大家都在買黃金 主要就是這樣子的一個情形啊 而且路透的時候特別去問了周大福 周大福還想說 欸 他們還做調查 因為周大福我們很講 他是非常大的一個黃金交易的這個單位 他講年齡到十八到四十歲的消費者 十八到四十喔 對 有百分之七十 有意買純金手勢 對 連周大福的經理都說 欸 我們非常非常訝異地發現到 十八到二十四歲的人 開始買金士 這讓我們非常驚訝 不是以前覺得買黃金是老人家啊 對 過去都是年紀大才會買 但是目前為止 中國興起了一個買黃金的這個熱潮 那甚至還去問一個在職業公司的工作人 他就說職業環金一直不太好 那買黃金可以讓我感覺好一些些 買黃金好一些 對 我想在婚禮上配戴金士 而不是帶鑽石 那為什麼因為 現在鑽石不流行了 不是 因為鑽石比較貴 你帶一個鑽石的話 可能好幾萬 但是我帶金士的話相對比較便宜 而且帶金士來說 欸 我又可以保值 所以現在目前為止來說 中國大陸民眾全部都在保值 為了保值來說 你看 這是黃金期貨的報價 你看 目前為止來說 又來到歷史新高的這個位置 很簡單 就是因為中國人也加入了買黃金的一個路途啊 而且更可怕的是 你在中國買黃金的價格 對 是 比國際的價格還要來得高 當然 當然 代表在中國黃金價格的需求真的太大了 對 因為他們目前為止來說 進到中國裡面的需求 除了苛稅一大堆 所以中國黃金價格是比國外高一點點 好 那為什麼大家就是說 那我要買黃金呢 因為很簡單 大家都看到很多消息嘛 前一陣子不是一個中國農民銀行的這個 這個綿氧的南交分行 有一個女生 有一個女生在那邊哭嘛 為什麼在那邊哭 她說我存30萬人民幣 我要存錢 結果那邊弄成是理財商品 結果理財商品的時候 我提款的時候 一分錢都沒有了 30萬都沒了 或是說完全沒有辦法出來 沒辦法贖回 所以她覺得 我的 因為理財商品不是馬上能夠贖回的 我要過幾天 我明明就是存定存 為什麼沒辦法 所以你看 他們後來直接案子來說話 還這個鬧上了媒體版面 原來你存錢有可能會不見 真的是這個樣子 另外還有一個什麼 詭異的現象 寶傑我們這樣 一般來說 是不是越長期的存款 的利率應該比較高嘛 應該比短期的利率高嘛 一年期可能五年期 五年期就比一年期高嘛 可是中國現在不是這樣 寶傑我們來看 這是中國的建設銀行的 三年期是2.6 五年期是2.25 反過來 對 另外這是什麼 這是三年 二年期的是2.35 三年期的是2.2 這是在另外一個交通銀行 存月久利息月經 對 那另外一個寧波銀行也是一樣 三年是2.3 然後五年是2.35 那為什麼出現這樣 因為利率應該是這樣子 結果它是反過來 那告訴你什麼 中國經濟要出大麻煩了 這為什麼要出大麻煩 因為長期利率就是我去借錢 買房子什麼 那些利率 就那些利率現在比較低 表示沒有人要買 為什麼短期利率高 因為我要當現金嘛 我寧願跟你借錢 所以這表示中國經濟 真的要出非常非常大亂子 準備出現 而且我們昨天不是講嗎 你如果在北京買房子 你一開口 一口先講 先砍100萬人民幣 就等於說先砍400多萬的台幣 從這我們再往下談 它不是定亂喔 先從這裡往下談 深圳更可怕 深圳現在動輒已經跌60%了 沒錯 事實上目前為止來說 你看很多網路上面都說 你看深圳全面崩盤 不分地段的內外 從中 這是一個某一個比較高的 羅湖那個地方的一個社區 最高的時候 曾經來到每一瓶 60萬人民幣 這個價格非常貴 你要乘以5000台幣喔 它現在已經掉到19萬 所以事實上目前為止來說 價格掉的真的非常非常多 掉了67% 那你更不用講 以上海也是一樣 所以現在整個中國 我也為什麼年輕人不想買房子 因為整個房地產 在完全在崩跌的一個狀況 那你更不用講股市 股市我們才講嘛 它這幾天又破了 又3000點 佔不上去一直往下跌 跌到什麼程度 跌到連老胡都 胡錫進都出來講話 胡錫進當時講的 我要支持國家 我要把前進股市 前進股市賠了一次 沒有關係 我繼續加碼 對 它現在也慘了 一開場 12月5號講到 開場就是 今天跌的真產 老胡從早上起來就一直忙 對沒錯 那一天的時候 中國股市是出現一個下跌 他就說他打開 因為他一直忙 他最後才打開他的股票的APP 然後發現到我個人 竟然跌了8252元 跌幅跌了1.8 也就是說 當天他的這個身價 貶值了1.8% 所以他就說什麼 他就開始怪中央 有人一直在什麼 這個中央不是有很多政策嗎 為什麼會有人出來 打橫炮出怪聲 就是一直這個樣子 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所以他也出來說 股市真的很差 老胡都被割韭菜了 連胡錫心都這樣說 那你更不用講 最近一段時間 這個議會滿 因為滿曾經是他們的 這個證監會的主席 就證監會主席 前一陣子不見了 前一陣子不見了之後 突然之間他這天就出來 這天出來之後 他就開始講什麼 我要加強中國對整個資本市場的 統一領導等等 結果他不出來講還好 一出來講之後 股市反而重挫 因為你還要監管啊 集中統一領導 大家我覺得嚇死了 所以我就跟你講 目前為止來說 中國的股市 中國的房市 中國的匯市 中國所有市場 都非常非常糟糕的時候 年輕人怎麼辦 我就只能夠去買黃金了 好董事長 現在中國的經濟真的那麼差嗎 剛剛講的 現在你在幹嘛 在武漢 你在深圳 你在上海很多地方 那個賣金的地方 不是一個店面 是整棟樓 整棟樓就直接講中國黃金 那你想整棟樓進去應該 面積這麼大 進去應該稀稀 如果沒有 每個進去以後都是人滿 都是萬頭專鬥 現在我真的已經 沒有任何信心了 我只能買黃金 我的心裡面才有 一點點的安慰了 有個經濟原則 它要有規律性 那現在中國的經濟 出的問題在哪裡 前面幾年 清零 新冠肺炎所造成的那個混亂 然後一下突然間又開放 一下子突然間又縮緊 然後經濟也是一樣的東西 所以政府變成一個 不可靠的政府 政府的作為 讓老百姓無所自從 這是第一個問題 然後呢 全部大量集中 在房地產的投資 那房地產投資變成 它跟地方政府的稅收 整個變成形成爆裂的現象 所以它這整個基本面 現在變成非常的混亂 在這個地方 它一下開放 一下縮緊 一下又救世 一下又退出 這是它目前國內的情況 這已經讓所有人莫中一世了 對 然後這個就是它整個 所以現在習近平 成立了好幾個工作小組 自己本身跳下來主導 你看這國務院李強 他也管不了事情 然後更糟糕的就是 國際情勢 也被它繳得亂七八糟的 因為它不應該支持俄羅斯 他去支持俄羅斯 他不應該去搞 去跟哈馬斯搞 他就跟哈馬斯搞 然後美中關係 現在變成非常惡劣 美中關係的惡劣情況 超過習近平的想像 我覺得這是一個最核心的問題 這個美中關係 如果壞的情況之下 後面所有的問題 通通再延伸出新的麻煩 因為很簡單一個道理 今天你看習近平 在這個上次APEC的會議上面 他非常低調 非常低姿態的 跑去見拜登 然後也不跟雷蒙多吵架 也不跟這個吵架 反正就是 即使盡浑身的解數 想要討好美國人 結果雷蒙多怎麼回應他的 加碼修理他 對不對 他本來講 原來一直不是講一個 中美關係是什麼關係 中美關係就是競爭關係 對不對 那雷蒙多對你怎麼講 他怎麼講 美國 中國人不是我們的朋友 不能信任的對象 對 是我們最大的威脅 這個不是我們的威脅 國家威脅 把定位成威脅 由經濟的單位主管 直接講到定位成威脅的話 這個已經變成非常民粹化的 一個東西跑出來了 那這種情況之下 他一個最大的外銷出國國的一個客戶 就是美國嘛 他現在全世界就三個國家 因為他目前還是外銷經濟 還是生產業主導的一個企業 然後其他的內銷部分通通崩盤 而今年的整個目前的景氣是衰退的 所以你現在講的這些黃金這些 是什麼現象 這個不合理嘛 因為很簡單 因為買黃金是什麼樣的買黃金 老人家買黃金 避險 因為黃金沒有獲利嘛 還有準備跑路的人買黃金 就是好 因為黃金是一個避險的工具 而且他沒有確定說 他的回報率是不確定的嘛 他沒有利率嘛 他沒有固定的這個所謂的收 他不是一個收益型資產 這種非收益型資產 變成大家去搶購的話 那當然就會變成一定會 一定會 價格一定會上揚嘛 起碼內銷價格會上揚嘛 對 共需關係啊 可是這個東西在國際市場上 沒有這個波動的行情 對 所以這個國家有問題嘛 這個國家因為他的怪異的現象 他對金融的管理 他對他其他的 包括這個貴金署的管理 對 都是少數人在操控的 所以問題現在很麻煩在哪裡 包括最近 昨天傳出來 什麼他的什麼 美國的媒體 美國的政治媒體報導說 他這個錢剛 錢剛過世了 他外交部長是被人家這個是被 虐待 虐待 虐待身亡了 然後或是自殺 對 還有其他的火箭軍的這些高級幹部 這代表什麼意思你知道嗎 所以這個事情已經傳很久了 為什麼突然間美國的大媒體 美國專業媒體報導出來 今天歐洲媒體跟進喔 全跟了 全部跟進啊 為什麼會跟進 跟進就表示確定 我不能夠求證你這個事情是否屬實 但是我跟進你了 相信了 因為我相信你屬實 相信屬實 這代表了說你中國內部的政局非常不穩定 所以我剛剛談到這邊這段什麼意思 就因為你習近平一個人 全部都扛在一個人身上 所有事情一個人一把抓 一把抓的時候 這邊一個洞那邊一個洞 所以整個國家現在形成一個混亂的情況之下 而更糟糕的 他累積了三年的病 現在一口氣全部發作出來 一口氣發作出來之後 他這個時候他沒有辦法招架 那這個沒有辦法招架 那今年更麻煩在哪裡 因為今年台灣是 台灣今年是 是1月13號選舉520就任嘛 對不對 那美國什麼時候選舉 美國11月份投票選舉 我老天爺 老美現在昏倒了嘛 老美說你現在這樣搞 我現在很簡單 如果台灣選舉完了 如果有動盪的話 我美國就不要選了嘛 美國川普就當選了 所以川普會當選 那不是世界更混亂呢 所以看到後面所發生的 中美關係所延伸出來的 一系列的包括政治問題 到達地緣政治問題 到達經濟的動盪 不安的情況之下 其實大部分很遺憾的 是人為因素造成